深夜一点,也可能是两点 这个说不好,浑石魔王起床了 其实浑石魔王一直都没有睡 只是躺在床上,翻过来又覆过去 第一是疼,第二是气 有了这两点,这个觉就没法再睡了 睡不进去就起来 浑石魔王起来了,重新点上灯 就那么坐在床沿,两条腿悬在半空 慢慢地晃悠 而双眼是茫然的,不知道要往哪里看才好 只好盯着小油灯,发愣 就这么愣了好半天,浑石魔王突然想小个遍 话题到了小遍这儿,就不能不说厕所了 浑石魔王的厕所有意思了 他的厕所有两个,一个是大的,在外头 一个是小的,就在墙上 浑石魔王懒,人一懒就会发明,就会创造 就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办法 就说夜里头起夜 浑石魔王开动了他的脑筋 他在床头的墙上掏了一个洞 然后准备了一根空心的竹子 要小便了,他就把墙上的砖头取下来 把竹管子塞进洞里,然后把自己的鸡巴放到竹管子里去 一边尿一边睡,风吹雨打都不怕 尿完了,再用砖头把墙上的洞给堵上 这一来,屋子里就没有气味了 这样的厕所多好,又干净又方便 因为鸡巴套在了竹管子里头 还有一种说不出来路的快味 你要是不懒,你八辈子都想不出这样的好方法 浑石魔王把他的家伙塞进了竹管 挺起了肚子,哗啦啦的尿 尿完了,打了一个寒劲,并没有立即收手 而是可怜起裤裆里的小兄弟来了 说起来小兄弟也跟着自己这么多年 可是一直躲在裤裆里,该去的地方一次都没有去过 也真是委屈了他 浑石魔王就这么望着自己的小兄弟 盯着看,越看越难过 到后来,不知道是可怜自己还是可怜小兄弟了 浑石魔王是知道的 只要不离开王家庄 他的小兄弟就永远不会有希望 这么一想,就觉得小兄弟和自己一样 都白活了,一点盼头都没有 浑石魔王就用手去摸摸他 向他表示对不起 刚摸了几下,事态突然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小兄弟却没头没脑的乐观起来了 还兴高采烈 眼见得大了,硬了,笔直了 个没心没肺的东西 不是当家人不知柴米贵 你也太盲目太幼稚了 都这样了,你还摇头晃脑的做什么 浑石魔王一口吹灭了小油灯 重新钻进了被窝 不管他了 可小兄弟就是挺在那里 都成了小钢炮了 连个敌人都没有 你杀气腾腾的有什么意思 你就闹去吧你 浑石魔王不理他了 可小兄弟硬得厉害,个得慌 这个觉儿还真没法睡了 浑石魔王只能再一次起来 脱上鞋,黑洞洞的在床边彷徨 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走了七八趟 形势严峻起来了 浑石魔王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内部 出现了十分致命的问题 有电,在四处窜 只是一会儿,浑石魔王就被点着了 浴火中烧 是的,浴火中烧 浑石魔王一把抓住了自己 用力搓 他要亲手解决这个问题 让他捣乱,失败 再捣乱,再失败 直至灭亡 不能说浑石魔王不努力 浑石魔王努力了 甚至可以说尽力了 然而不行 出不来,就是出不来 这一来麻烦了 越急越不行 浑石魔王来到了墙边 摸过竹管 小兄弟一下子就顶了进去 他要用这种别致的方式让自己尿 只许成,不许拜 他把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小兄弟的四周 有节奏的,有弹性的往前顶 既耐心,既耐心又凶狠 竹管蹭破了他的皮肤,他感到了疼 但这种疼是有质量的,是那种有追求的疼 特别的需要,特别的游戏 浑石魔王想,就把这个竹管看成吴曼玲吧 就是吴曼玲了 他浑石魔王就是要盗了他 不达目的,事不罢休 端方说得对 我就盗了他 你看我敢不敢 我还不信了我 端方的话是灯塔,是火炬,是太阳 浑石魔王突然被端方的话照亮了 浑石魔王停止努力,愣在了那里 为什么要在这里 为什么不到大队部去 为什么不来真的 真的好,真的一定比主管子好 怕什么,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浑石魔王从主管子里抽出自己 他为自己的大胆决定而欢欣鼓舞 这将是史无前例的壮举 想都不敢想的 浑石魔王一下子振奋了起来 昂扬了,同时也镇定了 觉得自己一下子有了尊严 体面的很 是那种瞧得起自己才有的稳重 浑石魔王披上了大衣 用肩膀扛了几下 虽然不能去当兵 但在气质上他已经参军了 他是一个战士 也可以说他是一个镇定的将军 吴曼玲睡得正香 深夜一点,也可能是两点 这个说不好 吴曼玲的房门被敲响了 吴曼玲醒过来了 问谁啊 浑石魔王说,我 吴曼玲再问了一遍 听出来了,是浑石魔王 吴曼玲披上棉袄,下床了 吴曼玲办事有一个原则 今日是,今日必 不许过夜的 不管是多大的麻烦 不管是深夜几点 吴曼玲没有把群众堵在门外的习惯 吴知书点上了罩子灯 打开门 浑石魔王黑咕隆咚的戳在门口 同时灌进来一阵凛冽的风 进来吧,都几点了 吴曼玲说 浑石魔王裹着君大衣 两只胳膊搂着 大衣裹得紧紧的 吴曼玲眯着惺忪的顺眼 一手端着灯 一手拽着棉衣 弓着腰,堆上笑 亲切地说 是不是思想上还有什么疙瘩 浑石魔王没有说话 一脚跨进来了 吴曼玲掩了一下门 外面的风太大 没有掩上 吴曼玲只好把门拴上了 转过身 却发现浑石魔王已经坐在了他的床上 吴曼玲不喜欢别人坐他的床 却没有把他的不高兴流露在脸上 吴曼玲走过去 吴曼玲走过去说 睡不着了吧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 你这个忌妒肠子 这么说着话 浑石魔王站起来了 他松开了自己的两只胳膊 君大衣也敞开了 这一敞开就把吴曼玲吓得半死 浑石魔王只穿了一件光秃秃的君大衣 里头就什么也没有了 胸脯肚脐小兄弟大腿脚 从上到下 整个是身体的大连斩 吴曼玲想说什么 不知道舌头放在哪 因此说不出 浑石魔王伸出手来 把吴曼玲手上的罩子灯接过去 放在了麦克风的旁边 吴曼玲就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 响起麦克风的 他一把伸过去 就要找扩烟机的开关 他想喊 没想到浑石魔王 抢先把开关打开了 他吹了灯 顺势把嘴巴送到吴曼玲的耳边 敲声说 你喊吧 吴志叔 你把王家庄的人都喊过来 这一招 吴曼玲没有料到 他再也没有料到会是这样 反而不敢了 吴曼玲没有喊 他不敢喊 这一来 浑石魔王的工作就简单多了 打开的麦克风就在他们的身边 现在 麦克风不再是麦克风 它是舆论 浑石魔王是不怕舆论的 他放开了手脚 目标明确 莽撞无比 而吴曼玲成了贼 捏手捏脚 大气都不敢出 浑石魔王开始扒吴曼玲的裤子了 为了避免过于强大的动静 而惊动了舆论 吴曼玲的挣扎有了限度 完全是象征性的 更像是精心设计的配合 浑石魔王放倒了吴曼玲 一下子冲入她的体内 吴曼玲一阵钻心的疼 但是忍住了 没有喊 这样的场景奇怪了 两个人一起屏住了呼吸 谁也不敢弄出半点动静 就好像担心吓着了什么 就这么僵持在那里 谁也不动 最终还是吴曼玲伸出了胳膊 摸到了扩音机的开关 关上了 伴随着啪的一声 吴曼玲发出了 无比沉重的一声叹息 和夜色一样长 和夜色一样重 随着这一声叹息 吴曼玲的身子 一下子松开了 每一个关节都松开了 几乎就在同时 浑石魔王来了动静 启动了 他像一列火车 开始还很笨重 还很舒缓 但他马上就找到了节奏 原地不动 却风驰电车 这是一列失控的火车 火花的爆炸那样 分出无数的方向 分出了无数的火车头 他们冲向了吴曼玲的 十个指尖和十个脚趾 吴曼玲不由自主地 被带动了起来 他找到了这个节奏 参与了这个节奏 他成了速度 他渴望抓住什么 以延缓速度 然而 什么也抓不到 两手空空 活生生地 飞了出去 吴曼玲 只想借助于这样的速度 一头撞死 所以他拼命地飞 太可耻了 实在是太可耻了 可吴曼玲突然抓住了一样东西 是手电 一直放在枕头下面的手电 就在这样的狂乱之中 吴曼玲意外地打开了手电 手电的光柱 正好照在浑石魔王的脸上 这是一张变形的脸 浑石魔王一定被突如其来的光亮 吓傻了 他的身体反弹了一下 是猛烈的 不期而然的一个抽搐 都没有来得及射精 吴曼玲就感觉到体内的火车 一下子脱轨了 一点点的软了 一点点的小了 吴曼玲的两条腿直抖 企图夹住 却没了力气 并没有成功 浑石魔王从吴曼玲的身子里 撤了出来 一点也不知道这样的举动 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是他的第一次 这是他的最后一次 在未来的岁月里 他的小钢炮就此变成了玩具手枪 除了磁水 再也不能屹立在自己的苦当 浑石魔王爬了下来 先是从吴曼玲的身上爬下来 然后从床上爬了下来 他在找鞋 直到这个时候 浑石魔王才知道自己并没有穿鞋 他是光着脚来的 只能光着脚走 临走之前 浑石魔王给吴曼玲丢下了这样一句话 我还会再来的 口气比他的小兄弟还要声音 吴曼玲瘫在床上 一阵冷风吹进了屋子 吴曼玲像一块木头下了床 关上门 拴死了 再用背脊顶住 直到这会儿 吴曼玲才从一场噩梦当中 苏醒过来 这场噩梦来得过于突兀 走的也一样突兀 反而有一点像假的了 吴曼玲只能一点一点的回忆 一点一点的捋 他来到了床边 打开手电 床单已经完全不成体统了 床单证明了这不是假的 是真的 慌乱而又可耻的褶皱就是证据 床单的中间有一滩红 这也是证据 这一滩鲜红 吴曼玲认识 那是他自己的血 他认识 这滩血提醒了吴曼玲 他在疼 是撕裂的那种疼 吴曼玲跪在了床单上 瞎一样弓了起来 拳了起来 他把整个身体都埋在了被窝里 他罩着自己的血 望着自己的血 伤心和屈辱涌上来 眼泪夺矿而出 泪水是滚烫的 然而面颊更烫 这一来他的泪水反而是冰冷的了 吴曼玲抓起被窝 把自己的脸捂紧了 等做好了这一切 吴曼玲开始了他的嚎啕 棉被使他的声音充满了含混和鲁顿 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听见 这一来就安全了 哭完了 吴曼玲伸出手 在自己的身上抚摸 一直摸到自己的下身 这一摸 愈发的伤心了 是再也不可挽回 才可以触发的那种伤心 他就这样失去了他的真操 他的真操被狗吃了 就在这样的时刻 吴曼玲想起了一句 极其要紧的话 被狗吃了 吴曼玲拉过被窝的一只脚 塞进嘴里 用近乎呐喊的声音说 被狗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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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方一大早就来到大队部 事实上 这一夜他也没有睡好 他的心里头越来越没有底了 他鼓起了勇气 必须在一大早 把吴知书堵在门口 好好商量一下当兵的事 经过一夜的琢磨 端方似乎又看到了一些前景 混是魔王被吴知书枪毙了 端方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了惊吓 可是有一个事实 端方是不能忽略的 混是魔王是混是魔王 端方是端方 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相反 希望增大了 在当兵这个问题上 少了一个竞争的对手 他端方其实就多了一分的把握 这么一想 端方又乐观了 当然还是忐忑 谁知道人家吴知书是怎么想的呢 一大早 吴曼玲的门就紧锁着 这个不同寻常了 是不是到公社开会去了呢 端方在大队部的门口逗留了片刻 把锁拿在手上 扒完了一会儿 只好回去了 到了午饭的时刻 端方再一次来到大队部 吴曼玲的大门却还是锁着的 他到哪里去了呢 出于无聊 端方只好来到窗前 踮起脚 把手架在额前 对着吴曼玲的房间里张望 这时候 金龙的老婆正好从这边路过 看见了端方 不知道端方在瞅什么 捏手捏脚的 跟上来了 金龙家的来到端方的身后 拽了拽端方的上一下摆 问贼头贼脑的 偷看什么呢 这么一说 端方倒不好意思了 红了脸 笑起来 说 我找吴志书呢 金龙家的说 门不是锁着的吗 你还偷看什么 端方说 你可不能瞎说 我就是看看 哪里是偷看 这么说着话就打算走人 金龙家的却不依不饶 跟了上去 警告说 端方 人家是姑娘家 我可替人家守着 下次不许偷看 听见没有 端方知道金龙家的少一窍 是个死心眼的好心人 又好气 又好笑 越发不好意思了 急忙点头 说 知道了嫂子 黄昏时分 端方已经是第三次来到大队部了 因为有了中午的教训 端方没有直接来到吴曼玲的门口 而是离得远远的 站在一棵树的下面 对着大队部张望 这一次 吴曼玲的门反倒开了 端方的心里一阵高兴 这一回他没有犹豫 三步并坐了两步 过去了 刚进门 立足还未稳 一条狗早已经扑了上来 他的嘴巴差不多都到了端方胸脯 幸亏有铁链子 要不然扑到端方的脸上 也是说不定的 由于没有任何准备 端方这一下吓得不轻 还没有定下神来 狗已经发动了第二次攻击 端方一让 跳出了门外 吴曼玲喊了一声 黄四 狗便开始吼叫 气势汹汹的 这一来就把吴曼玲和端方 从中间隔开了 吴曼玲望着端方狼狈的样子 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十分离奇的念头 昨天晚上是不是端方 兴许是自己看错了呢 如果是端方会怎样呢 这样的疑问缠人了 深入了 吴曼玲陷了进去 被狗吃了 吴曼玲站在屋内 光线十分的暗淡 一张脸就不那么清晰 暧昧 而又恍惚 她的脸色很不好 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 端方不安了 相当的不安 吴曼玲的脸色就是命运 看起来事态不好了 端方的心 一下子沉了下去 再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端方站在门外 吴曼玲站在门内 中间隔着一条狗 两个人就这么相互打量着 什么也没有说 不好的感受弥漫开来 笼罩了端方 笼罩了吴曼玲 还有那条什么也不知道的狗 那就什么也不用说了 端方的脸色也凝重起来了 两个人就这么面色沉重的 站在大队部的门口 个人揣着个人的心思 天色就是在这样的沉默当中 暗淡了下来 还有一些晚来的风 看起来是不行了 端方掉过头走了 端方这一走 吴曼玲才回过神来 刚想跟上去 狗又吼叫了一阵 那还是算了吧 端方很沮丧 沮丧极了 同时兼有了愤怒 他没有回家 也没有回到养猪场 直接往混世魔王的那边去 昨天是混世魔王被宣判的日子 今天轮到他了 天黑得特别快 端方早已经看不见自己了 但是端方看见了一样东西 那就是命运 命运扑上来了 扑到他的脸上来了 眼见的就要咬到端方的咽喉 命运不是别的 命运就是别人 他或者他 他或者他 他们或者他们 永远是我的主人 我是多么的无聊 无趣 无妄 无助 无奈 无耻 我是下贱的 可是我为什么就不能是他 或者他 他们或者他们 为什么 因为愤怒 顾先生 他要找顾先生 这个唯物主义的问题 只有顾先生 才能够解决 端方是一路小跑着 来到顾先生的小毛棚的 一脚就把门踢开了 端方说 我能不能成为他 能不能 这是一个哲学问题 披头盖脸 空穴来风 势不可挡 端方说 能不能 顾先生在何州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的一双小眼 在小油灯的下面 像两只小小的绿豆 惊恐却镇定 依照一般的经验 顾先生知道 端方一定在想什么了 他在年轻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总是爱想 一想 就把自己逼进了牛角尖 直到出不来为止 这是好事 顾先生说 端方你做 端方说 你回答我 顾先生放下筷子 说 你这样想 毕竟是好的 端方说 你回答我 端方跨上去一步 多多逼人 差不多要动手了 你回答我 顾先生说 马克思 在经济学 哲学手稿的 第六十页上 告诉我们 如果我自己的活动 不属于我自己 而是一个疏远的 一个被迫的活动 那么 这个活动 属于谁呢 属于我以外的 另一个存在 这个存在是谁 端方你看 这个问题 马克思也问过 那时候 他正在巴黎 端方说 这个存在是谁 顾先生端起碗来 喝了一口粥 顾先生舔了舔嘴唇 说 马克思也没有说 端方走到 顾先生的跟前 伸出手 用一只指头 顶住了顾先生的脑袋 一字一句地说 我造你的大爷 端方说完了就走 顾先生一个人 坐在毛棚里 他并没有因为 端方的粗鲁而生气 相反 喜悦了 他更喜欢端方了 一个人能够关心 我能不能成为他 这样的哲学问题 这就可爱了 人应当有这样的追问 尤其在年轻的时候 一个人渴望变成他 是好事 说到底 这个世界不是别的 就是由我 而他的进程 这个世界 其实并没有我 我只是一个假托 一个虚拟 一个借口 我不是本质 不是世界的属性 从来不是 这个世界 世界最真性的状态 是什么呢 是他 只能是他 他才是人类的终极 是不二的归宿 信仰 宗教和政治 都只是做了一个 简单的工作 让我怀疑我 让我警惕我 让我防范我 最终 有效地改造 并进化了我 这才是达尔文主义 在人类社会 最尖端的体现 端方小小的年纪 就有了这样的思想萌芽 很可贵了 顾先生 在端方的身上 看到了希望 顾先生站起身 来到了门口 想把端方追回来 好好聊一聊 可端方早已经 杳无踪影 顾先生 站在黑暗当中 对着黑暗 微笑了 顾先生 对自己说 我走了 可他 还在 顾先生 对自己的这句话 非常的满意 当天夜里 顾先生 就做了一个美梦 内容是关于他的 他梦见自己 下了许多蛋 简直是拉出来的 拉完了 都不用擦屁股 痛快极了 端方 怒气冲天 一直把他的怒气 带到了 混世魔王的面前 混世魔王 因为夜里的风寒 病了 软在床上 正在剧烈的咳嗽 一见到 混世魔王 这副熊样 端方 立即冷静下来了 好歹自己 并不是最糟糕的 不还有 混世魔王 陪着自己吗 这么一想 端方就好多了 端方想宽慰 混世魔王几句 话到嘴边 却笑起来了 说 想不想吃狗肉 文不对题了 混世魔王 没听懂端方的意思 望着端方 因为高烧 他的瞳孔 特别的亮 端方说 他弄来了一条狗 很大 谁弄来了一条狗 吴曼玲 这一回 混世魔王听懂了 突然坐起了身子 吴曼玲弄来了一条狗 这句话是由端方说出来的 可是话里头有复杂的意思 端方却永远也不会懂的 相反 混世魔王明白 这样的对话格局有意思了 有了特别的趣味 混世魔王喜欢 混世魔王笑了 笑得很鬼魅 很含混 接近了 猙獰 端方因为不明就里 他的兴奋点依然在狗肉上 便压低了嗓门 说 我们干嘛不把他吃了 混世魔王还在笑 端方有些疑惑 不解的望着混世魔王 说 笑什么 混世魔王说 我今天想笑 端方说 想不想吃狗肉 混世魔王拍了端方一巴掌 说出了一句意义非凡的话来 狗肉没意思 还是人肉好吃 可端方就是想吃狗肉 这个晚上他贪婪了 馋得厉害 嘴巴里分泌出无限磅礴的唾液 没东西能杀得住他们的车 特别的想喝一口 要是能有一口烧酒 从嘴巴到嗓子眼 再到肚子 像一条线那样活辣辣的浇下去 那就痛快了 越是没有 越是馋得慌 想得慌 端方再也没有想到 一个人的嘴巴会如此这般的骚 端方叹了一口气 说 难怪李逵说 嘴里淡出鸟来 真的是这样 我满嘴巴都是鸟 噗愣噗愣的 真想喝一口 混事魔王知道端方想喝 可哪里有酒呢 他回过头 看了一眼灶台 那里只有一些盐巴和酱油 连醋都没有 更不用说别的了 混事魔王说 酱油倒是有 你就将就一下吧 也只有这样了 端方把酱油拿过来 咕咚咕咚 到了半碗 尝了尝 有点意思了 点点头说 有滋味在嘴里就好 舌头上还是有点寡 就又放了一把盐 端方一不做 二不休 又放了一把 这一来 酱油的滋味 已经再也不像酱油了 咸得厉害 接近于苦了 端方端着酱油 慢慢地喝 他喝得有滋有味了 还滋也扎的 喝到后来 他终于像鲤鱼盒那样 端起了碗 混事魔王说 你可幼稚一点 端方一口干了 脸上痛快的样子 放下碗 抹了抹嘴 说 没事的 我醉不了 你可怕 你可怕 是